您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高乐柳亥 伽利略高中 一名老师 肩棒球队教练 因为涉嫌嘲笑华裔学生的英语能力 被学区下令停课接受调查 高乐柳亥位于旧金山北岸地区 是旧金山市华裔移民家庭比例最高的高中之一 校内的华裔和亚裔学生比例高达七成以上 白人学生只占学校总人数的4% 今年2月 高乐柳亥棒球校队在参加校外竞赛的时候 球队教练竟然公开对着一名华裔学生破口大骂 而且他还用Chin Chong等歧视用语来质问学生 听得懂英文吗 其他在场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有家长募集整个过程写信向校长检举 要求校方将这名嘲笑学生英文能力的教练开除 但是校长却回信表明教练将会继续留任 这起事件一直到市议员李立常介入关切 要求教育委员会做出处置 学区才终于正视这个问题 要求这名教练休假接受调查 另外一个被人投诉的主角是川普总统的女儿 伊万卡 伊万卡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举家从纽约搬到华府的一个高级社区 结果伊万卡一家人却成了社区里不受欢迎的恶邻居 邻居说社区里的停车位本来就不多了 伊万卡一家人搬进社区之后 常常占用原本就已经车位难寻的街道 而且尽管街道上的停车位 明文规定不能停车超过两小时 但是伊万卡的车队常常一停就好几个钟头 伊万卡家门前还架设路障 行人都被迫绕道而行 另外还有邻居指控伊万卡将垃圾放在人行道上 好几天置之不理 伊万卡现在住的高级社区位于白宫北方两里处 社区里住了许多达官贵人 已经卸任的前总统欧巴马就住在那里 社区居民不满的说 伊万卡的住所为安排场超大 每次伊万卡要出入都有四辆车护送 连她带孩子到附近的游乐场玩 都得出动三辆相行车护驾 伊万卡的家门口有时甚至停了十辆车 另外伊万卡的住宅外 常常有特勤人员高声交谈 破坏社区安宁 有邻居忍无可忍写信向市长投诉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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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d 记 honor与浅者 订阅 订阅